102年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 在東山河舉辦了滑船以及蜻蜓兩項比賽 這是繼96年台南、99年台東之後 全中運首次將西式滑船與蜻蜓同時列入比賽 今天在東山河舉行的是蜻蜓比賽 雖然氣候不佳,選手人不會寒冷 提前到場地熱身練習 在這裡的話是只有下雨就還好 除非風比較大,風比較大,影響比較大 比賽開始前,東山河仍下著雨 大會決定繼續進行比賽 今天的比賽有單人加拿大試艇等四個項目 裁判長提到這場雨是對比賽的影響 其實如果跟任何一個賽事其實都是一樣的 尤其是這種戶外的話 如果辦賽事的話,其實最怕是下雨 因為其實它的不穩定音速會比較高 尤其對整個場地的一個設置的設置點 可能都要考慮到下雨的一個情況 就是說這些場地可能因為下雨 可能選手會比較沒有地方去做避雨的部分 雨的那個阻力性也是有 然後像這種如果天氣冷的話 對於選手的一個熱身的時間 可能在整個調配的過程中 可能還需要去調整 上午的比賽結束之後 下午緊接著是各項目的準決賽 希望雨是能停止,讓比賽順利進行 記者周燕威、黃宜璇、張一芬、黃維鈞、宜蘭報導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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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